我們也希望政府在府序方面要做好 讓社會各界都能夠接觸 我們記得2015年新屋的這些 所謂的保齡球館這個火災 有六位我們的弟兄在那裡犧牲 政府府序金大概是花了每位是一千九百萬 那在2018年這個靖騰公司有五位 我們的弟兄來犧牲 那時候政府的府序金有兩千兩百萬 所以這一次我們希望對家屬的一些 等於一種安慰 一種微薄的補償